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立法院国民党总召傅坤其母亲7月24号过世 4号上午在志宅举办了告别式 现场是灌溉云集 蓝绿白政治重量级的人物也都到场掉业 公祭礼从9点半开始 历经了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才结束 而傅坤其也感谢所有到场的政要以及亲朋好友们 对他们一家人的关怀与慰问 立法院国民党总召傅坤其母亲刘满蓝 在凯米台风侵袭台湾时过世 今天上午家属在志宅举办告别式 蓝绿白政治重量级人物都到场 包括了立法院政府院长韩国瑜江启成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都带领党籍立委前来调验 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周荣泰虽然未出席 也派总统府秘书长何志伟 行政院秘书长龚明星代表出席 副总长朝阳讲说她妈妈只参加过两次公众的活动 一次就是傅坤其当选花莲县的县长 一次是她的最棒的女媳妇徐贞卫 当选了花莲县的县长 我相信今天所有共同来参与追思的朋友们 可以感受到一位老菩萨 在观世音菩萨得道日当天追随老菩萨 追随观世音菩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她的一生用四个字形容功德圆满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从父母刘老太夫人的身上 以及我们父父所有儿子女儿媳妇 以及女婿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四个字 修好心田 所以在这里 也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嘉宾 也希望大家共同勉励 我们一起追寻父母刘老太夫人菩萨的脚步 让我们把心田都修好 让台湾社会洋溢的温暖与欢乐 我想这也是傅昆奇总招 徐贞卫县长从事政治工作 最重要的目标 跟他母亲大人的教诲是一致的 傅昆奇徐贞卫的政治实力 也让中央各部会都派员前来 不宽奇则感谢所有到场的政要 以及亲朋好友们 对他们一家人的关怀与慰问 妈妈一路教育我们 爸爸为国贡献 我们就好好做人做事 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 大家在百忙当中 赶过来向母亲来致意 虽然是好多人都是翻山越岭而来 更希望多年以后 大家都退休了 来花莲喝茶 来花莲看山看水 千千万万记得 那时候的交通 是因为我们 所有在场的人 不分党派 我们共同发心努力 能够让东部能够彻底改善宿命 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来 快快乐乐的回家 由于前来公祭团体众多 也让公祭的时间从九点半开始 历经三个小时的时间才结束 这也显示出附加在政坛上 不只是在花莲 乃至于全国都有高度的影响力 记者综合报道 练乱